独家两段姻缘皆空!刘骏要离婚至少三年千万豪宅给陈欣 名嘴刘骏要7日因疑脏癌病逝于内胡三总,享年52岁,消息传出震惊全台。 他和第一任妻子一日有一女,和小九岁妻子陈欣在婚后,间谍情深形象升级人心,两人一同上节目的片段昨纷纷被挖出,殊不知根据刘骏要不愿曝光的换贴兄弟透露,其实刘骏要早就和陈欣离婚,起码三年了。 另外,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,刘骏要赶在病逝前再娶第三任妻子,给对方名分,刘骏要好友则表示不清楚后来是否有结婚,但刘骏要和陈欣离婚后,确实有在交女友。 对于刘骏要和陈欣离婚闹翻的说法,刘骏要好友直呼不可能。 刘骏要好友,因看媒体一直报道他与陈欣的恩爱事迹,才忍不住发声,据了解二人因个性不合理意,虽不记得确切时间但最少有三年了,而刘骏要个性体贴,怕影响陈欣,才未对外公开此事。 离婚时还将在新店百屏术的千万豪宅留给陈欣,维持他一贯的暖男风格。 至于刘骏要有无载婚,他表示不方便回答,只知后来有在交女友。 刘骏要过去以爱妻文明,曾为陈欣戒烟减肥,甩掉21公斤,有气喘的他,也因陈欣爱猫也能爱乌及乌,和他养的十只猫共处一个屋檐下。 四年前二人还一起上节目,私房话老师说,大聊婚因情趣,没想到相隔一年多及离婚。 记者致电询问和刘骏要认识多年的郑弘怡,关于刘骏要和陈欣离婚离事。 他惊讶表示,我不知道便不愿多谈。